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居民与哈德人进行了轰炸 据悉 轰炸造成大规模的火灾 损失惨重 伤亡人数还在统计中 萨夫琴科表示 1949年日内瓦公约 规定 禁止使用白银盘武器 美国终于再多次警告后还是动手了 早在9月4日 盘军的打击 无人机飞机就出现 在俄罗斯驻叙利亚的俄克梅米姆空军基地 遭到俄军防控导弹的袭击 并且被直接摧毁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9月9日晚间 就在土耳其 俄罗斯 伊朗的三国峰会后 俄罗斯国防部就下达了开战指令 俄罗斯联军就对伊德利普发动总攻 与此同时 美军紧急向其控制的阿尔坦副地区 增调100名精役的海军陆战队 但面对俄罗斯联军的大火力进攻 探军的据点 仓库 沿起都遭到轰烈的摧残 美额在叙利亚战场的博弈 谁将笑到最后 或许不言而言 对此大家怎么看 欢迎在下面留言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